今天来调解的是一对结婚16年的夫妻 刘女士和饶先生 今天他们来解决婚姻问题 调解开始之后 妻子指责丈夫一次次背叛婚姻 却毫无悔改之心 发现有信息 亲爱的宝贝之类的 他承认的是他的初恋 在5月20号的那天 他发了520给别的女人 聊天当中也是亲爱的宝贝之类的 但是饶先生大言不惭 声称自己屡次背叛婚姻 是受妻子蛊惑和应允 他也跟我说过了 你外面找到要合适的 跟我说一声我会跟你离婚的 我是因为他跟我说过 自己话过后非常的空虚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他为了将离婚进行到底 还倒打一耙 不停地给妻子泼脏水 这个是最致命的事情 他说我第三个孩子是外面男人的 我常年在外面 我也能理解 我现在我真想问 是你梦见的呢 还是你听到的 还是看见的 调解员观察员 通通为刘女士感到不值 姚先生 原谅我用这个词叫恶毒 刘女士 我真的觉得你很苦啊 嫁错了人啊 选错了男人呢 陈世美是为什么被砸了呀 因为他杀人灭口啊 你做的是杀人猪心 然而就在大家纷纷劝离的时候 一个神秘人物却打来电话 极力反对他们二人离婚 你对他们离婚这个事情是反对的 肯定反对 电话里的这个人是谁 他又为何阻止伤透了心的刘女士离婚 最终结果如何呢 致命的离婚 上集 期待您的关注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 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 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暖一 首先欢迎本场调解员 胡建云 胡老师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的所有成员 欢迎大家 也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 一位是刘女士 还有一位是饶先生 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 分别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我们先从刘女士开始 我的诉求是 我老公居然说提出离婚 说我不同意离 她就起诉 所以我提出 让她来一起调解 我觉得我们这回没必要离 离也要离个明白 离个心服口服 那这样我来问一下 饶先生 那你来到我们节目 你需要解决什么 我没什么诉求 我老婆一定要我来这里 其实我是不想来的 因为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就是她说的一样嘛 既然大家的关系 都已经这样子了 还有必要吗 这里是她曾经跟我说过的话 刘女士想尽可能地挽救婚姻 但饶先生认为 没那个必要 与妻里带着显而易见的怨气 那么 是什么令她们走到如今这一步呢 刘女士回忆到 一开始 她们的感情其实还很甜蜜 并不像如今这般背道而驰 琴色不调 从我们的照片上 我们可以回忆很多点点滴滴的美好 我们是她的外公 我的外婆 她们两个连线认识的 刘女士说 16年前 两人经家中的长辈牵线搭桥相识 并结婚 婚后的感情也一直不错 然而伴随着两人儿子的出生 家庭开销越来越大 为了增加收入 原本与刘女士一起开夫妻店的 饶先生提出外出单干 09年出去单干的时候都还蛮好的 可是自从饶先生外出单干之后 两人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少 起初 刘女士并未在意 以为是丈夫工作繁忙 直到有一天 她看到丈夫手机上的一条短信 才感觉大事不妙 或者是直到某渔车 优优独 北京